欢迎来到美厅 以为有病,实则是身体在偷偷保护你的八种表现 我们的身体,就像一个每天都在运转的复杂机器 由于它的反应多样且复杂,常常被人们所误解 有些时候,身体会出现一些让人摸不清头脑的反应 导致外界对我们产生误解 认为我们过于敏感,怪异,懒散,甚至令人反感 甚至被质疑为有病 然而,面对这些误解和质疑,我们需要坚定信念 不要轻易怀疑自己的身体状况 因为那些看似离奇的身体反应 很可能是身体在察觉到潜在威胁时 默默地为我们筑起的一道保护屏障 我们要学会倾听身体的声音,尊重它的感受 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与健康同行 以为有病,但其实是身体在偷偷保护你的八个表现 一,一到公司就犯困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明明早上起床时,感觉还挺精神 但左脚一踏进公司就觉得一阵困意袭来 做工位上没几秒,开始昏昏欲睡 半天搬上下来,仿佛跟打了八辈子攻似的 已经眼干,胸闷,脑发猛,临冲直变临待遇 如果你只在学校或公司困得厉害 别急着怪罪自己咋这么不上进 真凶很可能是缺氧 人一再进入某些大楼后 就表现出一系列症状 包括蛋不限于眼睛干涩,喉咙发痒,胸闷喘息 头晕,嗜睡,疲劳等 可能和室内空气污染,通风不良,空调环境干燥等因素有关 这种办公室困也被叫做空调病 它更规范的名字是建筑相关症状 Sick Building Syndrome,SBS 不信你试试 离开楼洞后,犯困的状况 是不是就自动得到了改善 一到公司就犯困 可能是身体发出的呼救信号提醒你 躲下楼走走,吸吸氧气 二,睡觉时腿突然蹬一下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你一定也有过这样的体验 半睡半醒间突然浑身一抖 以为一脚踩空了楼梯 这种身体肌肉不自主的静卵性抽搐 一度被解读为入睡后呼吸频率变低 大脑以为你死掉了,给你一个机灵 其实,这种睡觉时突然蹬腿的情况 被称为临睡肌抽月症 Hitney Jerk 目前科学界还没有确切的原因解释 但有一个假说受到多数学者认可 这其实是一种古老的反射 在古代,我们的祖先睡觉前 需要检查周围环境是否安全 保证自己不要从树上掉落 成为捕食者的目标 这种遗留下来的保护机制 让我们的身体肌肉在彻底放松时 会被大脑迅速唤醒 突然转变为应激模式产生抽动 目的是,确保你在遇到危险时 能迅速做出反应 三,上完厕所总想回头看一眼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虽然这很隐秘 但确实相当普遍 几乎所有人蹲完坑后 都会忍不住想回头瞄一眼 这种行为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上 有一个科学解释 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 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 会本能地检查自己的排泄物 为的是看看是否有疾病迹象 比如颜色、质地、气味等 万一有啥异样 就可以早点警醒自己 排出潜在的健康危机 排泄物还可以看出 是否有蠕虫和肠道寄生虫等侵扰 这些都是古时候 人类为了生存下来 需要获取的信息 想想看 你养娃、养猫、养狗时 是不是也很注意 跟踪它们便便的讯息呢 四、站在高处时幻想跳下去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在建筑物高层、在山上等景点 明明上一秒还觉得视野辽阔 下一秒脑海里却莫名闪过跳下去的念头 这种反应可能会被一些人解读为自杀念头 但真不用过度紧张 这与我们的死本能并不直接挂钩 而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大脑过度保护现象 也被叫做高处现象 Hyper Phenomenon HP 心理学家 Jennifer Haines的研究发现 高地现象与自杀意念并不必然挂钩 即使那些从未有过自杀意念的人 也可能经历这种冲动 它可能与大脑的求生信号有关 当我们靠近危险时 大脑中的性人核会释放出安全信号 提醒我们远离危险 这种本能反应是为了让我们迅速退后 避免危险 只是我们对这种本能反应的解释可能出错 将这种求生反应 错误的理解为了想要跳下去的冲动 五 一座车就头晕呕吐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一座车就恶心想吐 心慌头晕 在医学上也被叫做运动症 Motion Sickness 晕车不是病 只是一种生理反应 是因为乘坐车 船 飞机 等交通工具时 内耳的潜艇系统和眼睛接收的视觉信息之间发生了冲突 眼睛看着是静止的 潜艇感受到的 却是身体在移动 把大脑给干蒙了 产生的恶心呕吐反应 其实可能让大脑以为你中毒了 试图帮你清除可能的毒素 六 入秋后早起越来越困难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你是不是觉得进入秋季后早上越发难起床 降温后爱睡懒觉真不怪你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多家权威机构的研究都发现 气温会影响睡眠 秋冬我们会睡得更久 夏天则睡得更少 这是因为进入秋季后 温度变低 人体热量和能量消耗的变快 除了低温 光照也是起不来的重要推手 早上天亮的越来越晚 日光不再有剩下那么充足 这种光照变化会抑制退黑素的分泌 入秋后 早上起得慢一点 睡足一点 其实是为了减少心脑血管的负担 避免急性心肌梗塞 心圆性猝死 无症状缺血和中风等风险 同时也是身体为了节约能量 储备精力 让身体状态更积极 七 断食后反而更管不住嘴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早上不吃 中午不吃 晚上霍拉拉为你送食 这是不是你的减肥日志 断食一段时间后 食欲反而更加爆棚 甚至比平时吃得更多了 这可能不是猪饮饭了 而是身体在保护你 身体需要食物来提供能量 如同汽车需要汽油来驱动一样 作为大脑活动的主要能量来源 碳水化合物还是重要的情绪介质 多巴胺和血清素的驱动器 断食后可能出现的暴食行为 其实是身体为了获取足够的碳水 在给你发射信号 告诉你你需要燃料 而且长时间摄入热量太少 身体还会以为你闹了饥荒 主动帮你调满新陈代谢 等恢复正常饮食后 代谢还会保持之前的慢节奏 同时各个器官储存更多热量 防止下次饥荒 这些都是身体为了不让你走向厌食 饿坏自己 八 挑食不是矫情 可能是身体在保护你 香菜 猪肝 葱姜蒜 香菇 榴莲 小番茄 你是不是也曾经因为坚持不吃某种食物 被爸妈视作挑食 没办法 旁人吹破天也没用 什么味道多好吃 多有营养价值 就是吃一口 呕三呕 甚至闻到气味就想吐 天王老子来了 都劝不住 挑食还真不是你矫情 可能是大脑在帮你规避过敏物质 据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一篇研究显示 免疫系统中的肥大细胞会向动物发出求救信号 让它们宁愿摄入普通白水 也不爱摄入营养丰富的蛋清水 因为后者会让它们过敏 另一则发布在Nature顶刊上的研究也发现 当摄入过敏源时 大脑中负责处理不愉快感觉的区域会被激活 让你感到厌恶不适 也就是说 那些让你吃一口就吐的食物 不是没来由的厌恶 而可能是你的免疫系统向大脑发出了警告信号 提醒你 不要再摄入同样物质 避免遭受过敏反应 你看 一直以来 你是不是都太不了解你的身体了 这个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系统 原来比我们想象的更努力 它的一整套自我防御机制 都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伤害 让我们感谢身体 谢谢它全年不歇的努力 谢谢它教诲我们 不要为了不了解你的人 怀疑自己 改造自己 因为你感受到的一切不适 一定都有它合乎理性的原因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 很好玩